北市新店区金船持刀砍人事件 一名男子呢跟邻居因为社区管理的问题接下两子 没有想到今天上午两个人下路相逢又爆发了冲突 男子居然持20公分长的开山刀朝对方来挥砍 造成邻居左手掌撕裂伤 被害者负伤到了附近的军营求救 还好送一之后没有大碍 急急忙忙跑进军营求救 因为男子的手被刀砍伤 不久救护车抵达赶紧将人送一 到底为何被砍原来是邻居下的手 就大概是一楼的店家跟住户之间 早期就有一些嫌隙跟矛盾吧 早上刚刚好在门口的时候 讲话聊天碰在一块了 然后就发生了冲突 好像是蛮早早上七八点的事情 今天过来看他铁面是拉起来的 砍伤他的是同社区邻居流行男子 两人早在三四年前就因为社区管理问题 结下两子 三号上午两人在社区一楼大厅柜台碰到面 再度起了口角 对方二话不说 手持二十公分长 疑似开山刀的刀屑朝他会砍 表示予以提出伤害告诉 后续将一程序通知到案说明 全案次询问后 韩宋台北低检侦办 这一砍受害男子提高伤害 邻居之间为了社区管理问题 挥刀砍人 一刀砍断邻居和气 记者梁教友班马旺家 新北市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